能让你在深渊满心的 低迷玩家最强配队 你都知道几个 1.传统国家队 最低成本 不需要金 重银 行秋 巴尼特 香菱 3元素齐聚 而且4个人的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 都能打脱手伤害 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 巴尼特和香菱在一起 火元素过敏 提升25%的攻击力 巴尼特回血加伤 行秋减抗输出 香菱高命加伤 低迷还能够与行秋配合打蒸发反应 和重银配合打融化反应 而重银和行秋 则是打出冻结控制效果 这套阵容有控制 有元素共鸣 有融化 蒸发这种高伤反应 是很多宝子 没有五星角色的首选配队 2.元素反应国家队 最低成本 不需要金 砂糖 行秋 巴尼特 香菱 砂糖作为老牌风系增伤角色 在元素反应队伍中 有着非常高的利位 砂糖完美适配封号 减抗增伤 巴尼特增加回血 香菱和行秋是队伍的 主要输出角色 持战下来 伤害依旧非常可观 在武器方面 砂糖只需要纪律输即可 鱼差给香菱 成本非常低 对于没有金色的平民玩家来说 这套队伍真的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而且这几个角色 在任何队伍都能用得上 养了也不会亏 当然啊 也可以把砂糖换成万叶 提高队伍上限 别的我不知道 反正是很快乐 非常推荐 3.砂糖武装队 最低成本 不需要金 砂糖 行秋 北斗 飞谢尔 主打扩散感电的伤害 其中队伍主要是透过行秋的Q 北斗的Q 和飞谢尔E的脱手 而驾驭这套武装的驾驶员 就是砂糖 虽说全队同样是没有一位五星角色 但角色之间的机制 却能够巧妙的结合 形成减伤和北斗的护盾 弥补了砂糖防御和血量不高的劣势 但是这套阵容 因为没有真正的奶妈 所以砂糖战场就很要手 如果你跟鱼儿一样手残 不妨试试更稳妥的下一个配队 4 星海武装队 最低成本 一斤 星海 北斗 飞谢尔 砂糖 这个阵容的特色在于稳定而且省心 男人和手残玩家必备的类型 对手的要求非常低 星海扔水 北斗 弹反加开大 砂糖扔大招开E 皇女接着放一套技能 之后切换到星海 开大 续航水母 无脑平A即可 这套特色在于感电扩散 占装平A 不需要任何技巧 也不用担心被敌人打断等等 全员一直处于满血状态 这个阵容的最大特色 突出一个安逸和省事 又习惯了 真的舍不得换 虽然队伍的整体上限不高 但是解放双手啊 5 雷神国家队 最低成本 一斤 雷神 行秋 巴尼特 香菱 目前元神最强的元素反应队伍之一 这个队伍相较于传统国家队 伤害爆发都提升了不少 同样的造价低廉 一个五星明明的雷电将军就可以了 伤害高 循环快 好几个版本的答案 雷神国家队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队伍 巴尼特的奶家 行秋了减伤和抗打断 能极大的提升生存能力 这个队伍的伤害构成已非常平均 有火伤 水伤 和雷伤 不容易被针对 既能对单 也能对群 通过这些配队 大家都能看出来 有乡班型 双鸟狗都能飞 当然啊 我没有其他意思 从1.0到3.0 于而希望大家要明白的是啊 在提瓦特的世界中 课金不等于一切 任何玩家在后期都可以体验到 游戏的绝大部分内容 所以啊 让我们耐心的等待 慢慢的享受旅途的风景 这也许就是原神的魅力所在吧 你最喜欢哪个平民配对